望线,亲密护卫,第一集,魏英如往常一般在院外当职,这时,一位清冷少年缓缓走来,魏英和其他侍卫跪下行礼,直到那人走后,他们才起身,魏英看着已经走远的背影出了神。 他是这天下之主拦战,而他不过是无家事背景每天刀口舔血之人。三年前,自己为了活下去入了宫,会点拳脚功夫,被选上侍卫营,那天被宫人带着网柱出去,那时的自己忘了宫人交代的礼数,好奇地到处看。 经过那时,还是东宫太子的宫殿时,看到了魏英纷纷下站着的少年,就那一眼入了心,自己在侍卫营努力提升自己,终于被选上到东宫当职,以为可以在他身边了,却不曾想都未曾能进到主殿,想什么呢? 没什么?怎么? 军上准备微服私访,老大召集大家。 好,魏英站在角落里,他不过一个小侍卫,这个机会是不会轮到自己头上的,他很有自知之明。 魏英听到自己的名字时,不可置信地看着老大,他连忙走上前。 魏英,军上这次微服私访不声张,所以只待一个侍卫便好,你安静懂察言观色,灵敏随机应变能力好,功夫也是一流。 所以这次就让你去,你以什么身份待在军上身边,就看军上的,明白吗? 明白。 去收拾一下,这次回来能提升魏分了。 魏英点了点头,他其实要的是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守着他,只要知道他安好就好。 可惜终不能如愿了,书房里蓝西沉看着军上,欲言又止,蓝湛看着他,有话直说。 您这样就带一人去,未免不安全了些。 就是要这样,还有你忘了,本军可不是手无腹鸡之力之辈。 蓝西沉不出生了,是啊,他这位军上可是马背上打下这江山的,陷下天下太平海清和雁,可有些人不珍惜,蠢蠢欲动。 这位明军怎可能容忍,蓝湛看着眼前的人,他的宫殿,侍卫营里有这么好看之人。 还在想要和侍卫什么身份出巡,不引起怀疑。 县下,你叫什么名字? 回军上,属下魏英。 可有字。 回军上,属下自唤无限。 出了宫,别再属下属下的,还有不要再唤顾军上。 是,魏英看着只有一辆马车,不知如何是好,虽说军上说出了宫,不再唤他军上,可跟军上同坐一辆马车,余礼不合。 蓝湛见人还未上来,便走出马车怎么还不上来,难道还要姑请你上来吗? 属下不敢。 蓝湛看着在一旁跟个木头一样,不敢乱动之人,生出了逗逗他的心思来。 他伸手,把他抱怀里,感应到了怀里的人更加僵硬的身体,若不是身份摆在这。 这小家伙一拳就打过来了。 县县,你记住了,县下我是你的夫君,你是我的夫郎,我们成亲六载。 出来游玩一番,顺便查看家里在各地的产业,我在家里排行第二,上面有个哥哥,底下还有个未出格的妹妹,你最爱换我夫君,或者二哥哥,可记住了。 叔,嗯,阿现记住了。 真怪。 卫英在他怀里不敢乱动,闻着他身上的檀香,这是他不敢想的,如今,成了针,却是在作戏。 两人各怀心思,却不知这一趟出巡,让两人都丢了心。 卫英跟着蓝湛一路南下,他们先到了姑苏的彩衣镇,蓝湛牵着他的手,一路慢慢地走着,看着百姓脸上露出的笑容。 如今百姓安居乐业,蓝湛心里很是欣慰。 卫英看着被他牵着的手,一路上他,不知暗示多少次了,可都被他一句话堵了回去。 你见过恩爱六载的福夫,分开走的吗? 找了家客栈投诉,卫英上前问了价钱,却被是要一间房,还是两间房犯了愁。 最后被他直接拍板,要了一间上房。 卫英看着房里只有一张床,不知如何是好。 他看了看柜子里面还有多一床被子,想着今晚打地铺,让君上睡床,可蓝湛岂能让他如愿。 蓝湛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,这里的官员没有不安分,这里富饶的生活骗不了人。 看来不是这里,看来要北上看看了,卫英看着他,坐在榻上闭目养神,就在一旁静静守着他。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守着他,卫英心里很是高兴,君上真的很好看,文采五略样样精通,君上什么都好。 卫英看着他一时半会也不会醒,便轻声出门下楼,去买点吃的。 蓝湛醒来不见一直在他身旁安静守护之人,这时那个人提着食盒回来了,卫英看着他醒了,连忙走到他身边。 君,嗯,卫英差点忘了隔墙游耳,连忙改口二哥哥,你醒了,我下楼买些吃的,正好,过来吃点东西吧。 蓝湛起身走到他身边坐下,看着他拿出两碗清淡的粥和一些小菜,赶了那么远的路,确实是吃不下那些重口味的饭菜,这小家伙心还挺细,难怪会被选中这次任务。 两人无言地吃完饭,卫英收拾好,二哥哥,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?今晚去走走,如若没什么,就去云梦看看,接下来就往北上走。 好,晚间两人在热闹的街道走着,他们来的是时候,赶上了当地的灯会。 卫英看着一盏花灯出了神,一路上他都是换他二哥哥,不敢换他夫君,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,他这辈子都不会是自己的夫君,而自己也不可能是他的夫郎,所以他就用这看似亲密却身份的名称给自己一个提醒一个界限,不可越界了。 你只能是他众多侍卫中不起眼的一位,回到了宫里,一切都会回归原位。 蓝湛看着他,看着一盏花灯出了神,这么喜欢这花灯,可是喜欢,喜欢就买下。 没有,只是没想到这里的花灯还挺多花样的,不由地看入迷了。 可还有想去的地方,卫英听出了他的话外音,哪有主子不游玩了,下属还想继续游玩的道理。 没有了,刚好我也有些累了,我们回去休息吧。 蓝湛很是满意,他的玲珑剔透,不知为何,心里突然浮现出如若得此人相守,也是不错的心思。 两人回了客栈,卫英去打水回来,两人洗漱好,卫英正准备去柜子那被子出来,却被蓝湛一把抱怀里,而后找了个舒服的位置,蹭了蹭他的脸,睡了过去。 被他抱在怀里的卫英石化了,僵硬着身体不敢乱动,生怕把他吵醒,不知过了多久。 卫英撑不住睡着了,蓝湛感觉怀里的小家伙睡着了,睁开了双眼,怎么就对这小家伙入了心,一开始见他好看生出来逗弄的心思。 一路上跟个小木头似的,大气不敢出,自己说东不敢往西,可他心思玲珑聪慧,安静淡然,清楚自己想要的该要的,不会贪心不属于自己的。 比起那些只会争风吃醋的阴阴艳艳,不知好多少,如果身旁相守之人,是他未尝不可。 如若自己要他这小家伙,不会不肯,可怕是觉得自己一时新鲜,把他当成宠物新鲜禁过了,就会丢弃了。 献献,这场游戏本君当真了,所以本君不会让这场游戏结束,而是会让它变成事实。 你注定是本君的,所以,本君是不会让你有能从本君身边逃离的机会的。 蓝战醒来,感觉到怀里空空的,便知这小家伙比自己早起了,他真的那么恐怖吗? 跟只小兔子似的,这般怕自己,自己又不是大灰狼,还能吃了他不成。 魏英端着食物进来,是看见他的君上脸上不好。 这是怎么了?难道自己做错什么了? 二,二哥哥,你醒了?过来! 魏英把手里的食盒放好,走到他身边站好,却被他一把抱入怀里,魏英又不敢乱动了。 蓝战把人抱入怀里,怀里充实的感觉让他好了些,他现在很喜欢抱着这小家伙。 他身上那淡淡造假味道,比起那些腌制水粉味,舒服多了。 蓝战低下头看看怀里,跟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的人,又起了逗弄他的心思了。 他低下头亲了亲他的唇,感受到怀里的人不可置信地睁大了双眼。 他心情很好地紧紧抱着他,魏英被他一系列的动作弄得不知所措。 君上,君上这是什么意思? 两人休息好启程云梦,一路上蓝战把魏英照顾得无微不至,魏英有些惶恐不安。 这是怎么了? 如果是作戏,也不用这般真实,难道君上,不可能的,如若是新鲜好奇,觉得男孩好玩,要自己事情,自己没有权力拒绝,因为他是君上,不该贪心,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吗? 蓝战看着小家伙在一旁静静待着,也不去打扰他,他知道他唐突了,他是君上突然对他那么无微不至,怕是会乱想,觉得自己是对他一时好奇,可是他忍不住想去对他好,去疼他。 明明这些天天天待在一起,可是就是忍不住关心他有没有按时吃饭,夜间休息时有没有盖好被子,有没有被冷到。 他知道他的小家伙不是那般柔弱之人,可是他就是忍不住想去保护他,魏英有些闷,掀开窗帘看向外面,看到成片的莲花池畔,赶上了莲花开放的季节,粉的,白的。 争其斗燕竞相开放,美极了。 蓝战顺着他的视线看去,看来这里也没有什么问题,便觉得不必在这里留宿了,继续赶路北上,魏英看着他没有留宿云梦,便知他有自己的打算,他收回手,靠在木板上闭目养神,这一路走来太过顺利,自己犯了大忌,有些懈怠了。 这是最不允许出现的,赶了几日的路,他们到了金陵,一到金陵,两人便感知不对,现下天下太平盛世,为何这里的百姓会这般困苦? 两人不懂声色进城投诉,不曾想会被人惦记上,以至于后来君上一怒浮尸千里。 两人来到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客栈投诉,要好房间后,老板好心提醒一句,客观在这里,不要穿得这般好容易被惦记上,两人对老板到了谢便,上楼休息了。 卫英看着一身粗布埋衣,也难掩气度之人,在心里叹了口气,这人走出门说他没钱有人会信吗? 二哥哥,这里处处透露着古怪,不错,看来待会我们出去走走看看怎么回事。 好。